欢迎回到8月24日的配升企玩 今天就快要打8号风 究竟港股是否照样打8号风呢 泰和小泰今天照升 其实今天即将就会公布业绩 都预了是亏损的 看看明天回来的反应是怎样 期点国际今天就升了超过200% 稍后也会讲一下现在是否值得去买呢 还是只得一剂就完呢 欢迎大家回到配升企画这个频道 如果大家都喜欢投资配升股的话 记得点赞,订阅,订阅和小铃铛 就不会错过任何一只配升股 在开始之前大家记得 这个影片就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 投资者需要加以评估 并且承担所有风险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的话 记得加回Telegram 也可以在下面加回IG和Facebook 就方便收到最新的资讯 如果你都希望这个频道继续发展的话 欢迎大家可以 scan回这个QR Code 或者加入我们的Patreon 和BuyMe的Coffee 甚至你可以这样按下面 这条影片下面的Thank you 键都OK的 我们先回来说一下大市 这个就是恒指 今天跌了234点 其实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用一个月的图去看 其实已经穿了底 不是3月的底 但是已经穿了一排的低位 所以按计阴足可能越来越长 究竟去到什么时候 是低位呢 看看去到上次 18,000多的时候 会不会跌下去 去到上次 那个位置 以及腾讯 究竟会不会去到230多元 那个位置 到时会不会出现一个V型的反弹呢 那时候才觉得 像是 见底 暂时来说 都是觉得 明天升上去 都是武力的升 就是 让你升上去 就算明天升上去 500点上去 其实都是没什么意思的 所以大家留意 那个指数 其实 就已经穿了 这个月的低位 就是 这个呢 就是 腾生科技指数 他已经穿了那个低位 就跌了2点多 那我们看回 腾讯呢 其实呢 就算是比较好一点 那这个呢 就是 腾讯 其实这里就 显示了腾讯的了 那你见到呢 他就反而 是 叫做 穿上去的 就是用日线图去看 而阿里巴巴那些呢 你见到呢 他也是准备 跌低过 上次的低位 那样 那看看他会不会呢 就是好像 之前所说 去回 10倍 市盈率 那因为呢 其实呢 他这个股值上呢 就是比腾讯的 就是 大家见到他 这个样子呢 其实他依然 是比腾讯 一倍的 所以他会不会去回 四十几 甚至乎三十几呢 那看看 最终再插下去 那时候 会不会由他带动 因为 似乎呢 腾讯就 比较强劲 就是比较强 比阿里巴巴的 那 亦都 反过来说 他 去回二百 四十几 都好呢 那个幅度 一定不及阿里巴巴拉下去 那么高的了 那 至于美团呢 其实本身呢 就是 为什么阿里巴巴会 特别大机会 拿来拉跌呢 因为美团 其实就很强的 腾讯也算是 跌得最急速的那一会 已经是 叫做 过了 那 就算是 跌回二百 四十几 那幅度一定不及 阿里巴巴那样 跌一半 那样去 而美团呢 本身就应该是 很强的 但是因为市场 那样呢 就变成了 拉回去 所以有机会 变成了 他跌到上次的 那个位 就 或者 没跌到上次的 那个位 就已经有人 去吸的了 所以呢 在一百元之前 可能已经 有人 去拉回上来 所以变成了 美团呢 未必是可以 成为拉跌 那个指数 那个成分股 反而阿里巴巴 那样最强 因为无论 他那个 技术走势 还是 还是 本身的背景 都好呢 算是 三只当中 是最差的那只 所以 不知 你会不会 玩沽空 或者是什么 那 总之 如果你买的话 这只要先避一避 不要这么早 冲进去 那我们很快说一下 今天 那些 有什么股 是值得重温的呢 那 反而 今天 全部都是 能源股 好像 走势上 非常不错的 那 只有一只 是 不是的 那只 就放在 patreon 那里了 那其实呢 我也想说一下 patreon的好处呢 是 有时候我说的 股票呢 其实有些时候 已经是当时说的时候 比较 强势的 所以你有时候 需要问一问 才知道 一刻 究竟 是不是还是 那么强势呢 那 就不是 下下说完之后 就保证 升一辈子 所以大家可以 就是 除了 支持了 频道发展之外 都是 我觉得 是可以分析 究竟哪些 其实是 不值得去再 持有 其中有一只 已经说过 就是 例如 那只 166 那这只 其实就已经 不是 不是一只 好的 股票 那这里有说过 就是 心连心 那它已经穿了 五蚊 那虽然我不知道 它是什么原因 但是有时 我说过很多次 就是因为 那些新闻 其实是差不多 你已经成事的时候 才说的 就是 跌了下来 跌到 已经 没得静的时候 才告诉你 又或者 升了很多倍 才告诉你 为什么它会升 所以呢 其实就 我觉得 涂卫行先 的新闻 那 283 就是其中一只 走势 依然是挺好的 雖然早前 插了下来 但现在又再 就是 如果不跌穿 7.4都觉得 是 值得去 叫做 买 买 买 因为呢 其实就昨天说过 那只 MI能源 前天又再说那只 海龙 1623 1623 那只 1623 这两只 近日 比较劲 一些 的 就是 海龙控股 那 好像能源股 是比较强劲 一些 另一只 也是 纵承能源 那 那 那 这一只 一向都不会出现 很夸张的升幅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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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 那 零 那 其他可能會跌一跌,但這隻力量是上來的 之前有人問的時候,我理論上說最好是五毫多 但始終它不下跌就不下跌 反而跌穿五毫子就要閃人了 這隻是新能源,不是舊能源 這隻是信義儲能 這隻其實應該將來都會不錯 只要不穿四個八,我都覺得值得去長渣 信義其實都過往的歷史不錯,沒有什麼古怪的事情發生 生意好不好就另一件事 因為有時候都很難猜 但是暫時就不見有些古怪的東西 還有我覺得這個將來都會轉主板 所以大家就不需要怕八字頭 轉主板再進去廣古通那些可能會更加好 今天想說一隻新的就是 這些都是屬於古怪的公司 就是財訊 財訊傳媒 這個其實它早前幾天 曾經升了很多 如果我看回升到上兩元 現在我覺得它好像回到下來 看看會不會 它都會順著日線圖的勢 慢慢再彈上去 當然如果去到五號幾、六號幾 那些你就要閃人 因為這些真的沒有什麼原因 那奇點國際呢 今天就直接升了200%的單日 即是去到過七的 那它的背股價呢 就是五毫子 那所以呢 如果 理論上呢 就是最好呢 當然回到六毫子那時候去買就 最好 但是就有機會沒有什麼可能的 就是因為 它配了五毫子 就很難只是升少少就已經 已經 所以我就覺得是 應該難些回到近五毫子的地方 那 但是你說這隻是不是 值得去 叫做有些基本面呢 那我 覺得呢 它似乎是有些 少少基本面 因為始終 這些換手的東西 其實就 很難 現在一開始就說它點硬的 就是好像 1735那些呢 你很難說 它那時候究竟 將來是否可以的 就算這一刻來說 我都不敢說 這隻中環控股 是不是真的這麼厲害 但是呢 究竟 中環控股有多厲害呢 如果你第一次聽的話 那你會看到 中環控股呢 是由19年的時候 一話換學 一話轉 轉手 就變成這樣 那究竟 當然 你如果看回這裡 就由2元 又跌下來 接近過7元 又跌下來 1元 你覺得好像很傷 如果你 用這個看法的話 但是其實 如果你真的 嘗試拉遠來說 有可能真的 不止這個數 因為現在它的市值 都是2點幾億 那又看回呢 我看到其中 富途還是什麼呢 這個就是聖商創業 其實就是 收購了這間 叫做換了這個 那你見到其實那個 董事局主席呢 也是這裡的導師 就是那個奇點國際 那它的純利呢 我見到它 在富途寫著 好像是 接近一億港幣 它八千幾萬人民幣 那所以 如果你用回這裡的話 那你變成了 就是 非常之 股值非常之便宜 只剩下 單位數這樣去 因為你市值都是 只有兩三億而已 那你純利 已經有幾億 那你見到這些導師 好像 正正常常這樣 那些背景也是去大公司做過 當然你不見到那些導師是 馬化騰 但是也是有騰訊 那些人存在的 那你 駁一駁究竟它是不是真的 將來是一間 好的 即是不是那些 古古惑惑的公司呢 那你見 它就算今天升到這樣 都只有那 二點幾億呢 那我覺得就 無妨啦 因為你普通一個學 都值五六億的嘛 那所以 變成 它會不會憑著 即是 轉一轉之後呢 會不同些呢 那大家就自己 想一想啦 那我今天就暫時 講到這裡啦 那如果大家都有問題的話呢 就可以在下面 或者在Patreon留言 記得臨走給個讚 或者訂閱 這個頻道 那我們明天同樣時間再見 如果明天是 有得交易的話 拜拜